一前,我們發現林峰鬼祟地去了夜店消遣 而未免被人認出,他入場時故意把頂帽拉低 而到凌晨5時,他才由後門離開 怎知記者上前拍照下,他加快一部逃離現場 而與林峰同行的兩位男士非常之惡死 還想搶女記者手上的攝錄機,態度極為粗暴 當警方介入後,他還誣衊記者偷他的攝錄機 當警方查證知道他說謊 最後,雙方在警方調停下協議和解